来,在这一边我们要学G数跟偶数 G数呢,它的读音是JI,第一声G数 然后它就是单数,然后就是13549 然后这一些都是单数 然后偶数呢,就是双数 24680,这一些都是双数,偶数 OK,然后G数跟偶数是它的名字 G数其实就是单数,现在来讲G数就是单数 偶数就是双数,所以123456里面呢 这一个135是G数,246是偶数 所以就是单数跟双数 OK,然后能够被二整除的就是偶数 也就是双数,不能够被二整除的就是单数 然后偶数能够被二整除 但是G数不能够被二整除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什么?它是G数其实是单数 偶数也是双数 所以你看我在这一边 我刚刚上面这一边写的东西 在它下面的这一个部分 也有让课本的这一个部分 它也说G数其实就是单数 偶数它就是双数 然后其实0也是一个偶数来的 OK,0也是一个偶数来的 然后我们要看哪里一些号码 很大的号码 它是G数还是偶数呢? 其实很简单的 你就看它最后一个位数 OK,就是说它只要是不管什么东西 它最后一个是13579 24680的情况之下 最后一个是单数的话呢 它就是G数 OK,就是说它最后一个数字 是13579的话呢 它就是G数 然后像偶数的话呢 它就是那一个最后一个数字呢 是24268和0的话 它就是偶数 OK,好,来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下面这个它要我们找出那个G数 所以它的G数它这一边 它已经是 已经在这边了 1,3,5,2,7,4,9 单数啊 7是单数 后面3结尾是单数 9结尾单数 91结尾单数 5,5这个是单数 然后双数的话呢 在这一边它是2结尾 2,4,6,0,0 其实也是单数啊 然后30,7,8 然后100 还有这个8 还有82 还有64 还有16 OK,好 来 在这一边呢 其实我们要怎样定义 它是那个G数跟偶数 就是说能够被2整除 然后不能够被2整除 什么东西叫做能够被2整除 能不能够被2整除呢 你看啊 我有79 如果除2的话呢 它就有3,2,6 19 然后29,18 它余1 所以在这一边 它有余数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不能够被2整除 有余数的就不能够 就不是被2整除 就不是被2整除 所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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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G数 因为它不能够被2整除 然后如果我这一边有84的话 我除2 然后就428 然后在这一边224 所以84 它能够被2整除 所以84是偶数 OK 它是偶数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0呢 0 0的话 我在这一边除以2 0 0 它没有余数啊 所以它算上来 它还是能够被2整除啊 所以我就能够说 0 其实是偶数来的 OK 所以0是偶数 可以 就是这样 1 点 下 什么 跟决定 感谢观看